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刘言 今天呢,咱来修一个佳能的无敌寺 是一个头条的粉丝发过来的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他给我发的视频 这是15号中午,这位粉丝给我发的机器故障视频 切换不了,实时去捡,切换不了 按键没用 按键都没有反应 这个问题呢,我的第一反应呢 就是某个按键可能出在没有释放的状态 导致其他功能按键不好用 但是呢,后面呢,他还和我说了一下 有不能对焦的情况 下面5第4呢,底部的驱动板呢,比较容易坏 坏了以后呢,也会出现这种不能自动对焦的情况 所以呢,我第二个判断呢 可能是底部驱动板出现了问题 由于这个粉丝呢,比较挤着用机器 所以呢,他当天呢,就拿到了 本地的维修点进行检测 结果呢,第二天他就给我发了这么一个图片 这是一个南京到青岛的航班时刻表 他说去了两个地方检测 没有检测出故障 然后要坐飞机来青岛找我修机器 这我压力就大了 这要是修补好的话 这都耽误事啊 然后呢,他还和我说 本地的师傅检测过了 说可能是主板坏了 可能要换主板 这问题呢,严重了 主板又要出问题了 那今天呢,这个相机呢 就到我手了 那下面呢,我们就把它拆开 看一看到底是不是主板坏了 就是这台佳能的5B4 看来真的是受伤了 贴了这么多串骨贴 我们来开机看一下故障 开机以后,机器会提示没有储存卡 那我就把它拆开 然后呢,从小毛病入手 检查一下各个按键 拆一下后壳 我们来观察一下后壳 非常干净 没有进水的迹象 再来观察一下相机的主体 也非常干净 虽然是拆过 但是应该是没有大洞 继续拆 拆掉天线以后 拆掉前壳 拆掉底壳和顶盖 我们来观察一下顶盖 也是非常干净 没有进水的迹象 看来这个机器用的还是比较仔细 继续拆 拆一下快门按钮 我们来观察一下快门的弹片 对焦按钮呢 形成正常 那我们下面就要检查一下这三个按键 尤其要检查这个AFON按键 拆下尖屏的排线和固定螺丝 拆下尖屏 能看到AFON的按键上呢 有一个小黑点 拍照放大以后 能看得明显一些 用酒精清理干净 然后装上测试 装上电池 我们来测试一下 开机正常 当我们按下快门按钮的时候呢 显示没有储存卡 菜单键导航键都好用 然后呢 关掉无卡释放快门功能 相机可以拍摄 当我们按下AFON不放手的时候 相机可以对焦可以拍照 但是屏幕是不亮的 按其他按键的也没有反应 再加上能检查到的故障点 所以说这个机器应该是好了